牽著慈激之工的手 莊大叔領得大伙進了自己的家 整個屋裡只有常年臥床 患有精神障礙的老伴 我跟他說話他知道嗎 他知道他不行 他知道 只是說不出來 和太太相依為命的莊大叔 是村子裡的失毒家庭 他們唯一的兒子 去年4月因白血病往生 良老成了孤立無助 老無所依的失毒老人 雖有政府的低保補助 但莊大叔之前為了幫兒子治病 欠下了20多萬的債務 辭職志工從今年4月起 也跟政府合作 關懷這些家庭 現在政府都很關心 關心我們這些失毒家庭 他家裡面有肯定是需要的 以後不越來越好 需要我們幫忙的地方 有困難的地方可以查過 臨去前 志工愛德丁寧 也不忘給予鼓勵 希望成為莊大叔最強而有力的依靠 《大愛新聞》之善比志工 馮立芬 良明報導